她是最蓝女演员,一些就是18年,周星驰请了三次,复出就创造经典。 圆秋本名张转男,出生于1950年,父亲母亲都是京剧演员,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,她从小就开始接触和学习京剧。 17岁时,圆秋开始向演艺圈发展,她是红金宝的七小福中唯一的女徒弟,但大环境之下,即使功夫出众也只能默默无闻。 也许是心灰意冷,35岁的圆秋萌生了退圈之心。 2003年,周星驰开始筹备电影功夫,选角时对包租婆一直拿捏不准。 恰好圆秋的好友看中了这个角色,就拉着圆秋陪自己试镜。 正在打麻将的圆秋在过程中很不耐烦,还翘二郎腿和抠鼻子,没想到被周星驰一眼看中。 很快周星驰就开始联系圆秋,没想到刚说完就直接被拒绝,毕竟圆秋已经吸引18年,没什么信心。 不过最终,她还是被周星驰的诚意感动。 凭借这部电影,圆秋一举拿下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曾经对演员梦失去信心的圆秋,凭借包租婆找回了自我,开始重新接戏。